欢迎来到news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网友在泰国偶遇杨子,杨子要久久爱。 泰国商场偶遇杨子,杨子一身黑很低调,玩得开心呀。 哇羡慕,我也想偶遇,姊妹玩得开心呀。 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在泰国商场偶遇了杨子的照片, 照片中,杨子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,戴着口罩和帽子,包裹得十分严实,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,当天他应该是和朋友一起逛街, 心情看起来非常的不错,整个人都笑开了花。 据悉,当天,杨子是和朋友一起来泰国的,两人还一起逛起了街, 不过,因为疫情的原因,两人并没有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, 而是选择了打车出行。 从网友晒出的视频来看,当天的泰国温度应该挺高的, 所以,即便是夏天,也依旧有不少人穿起了厚外套, 而杨子则是一身黑色,低调又保暖,看上去非常的有气质。 肖战达成历史首位里程碑 首位话题破1400亿明星,锋芒正盛。 近日,有博主爆料青年演员肖战达成了历史首位的里程碑, 在某平台的艺人话题播放次数排行榜里,青年演员肖战霸占榜首位至首位话题破1400亿的明星, 这是什么样的夸张数据和强大影响力? 惊叹不已。 值得一提的是,肖战目前锋芒正盛,毫不客气, 只要肖战自己不退出,没有人可以阻挡肖战前进的步伐。 据悉,肖战又一次达成了历史首位的里程碑,肖战成为首位话题播放次数破1400亿的明星, 这是什么概念? 是1400亿播放次数,简直不要太夸张,让人难以置信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一直都在打破纪录, 一次又一次创造初心的神话, 出道这么多年,肖战一直都在努力,不敢想象接下来的肖战会有什么样的好成绩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为肖战点赞, 夸赞肖战就是非常牛,很厉害, 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,无愧于心。 如今的肖战,事业一直都在蒸蒸日上,也处在高峰期, 锋芒正盛,在竞争力如此大的娱乐圈里, 粉丝们能够如此坚定站在肖战这一边, 陪伴在肖战身边,说实话并不容易。 总之恭喜肖战,也感谢所有小飞侠们的大力支持, 肖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正能量偶像,值得一直跟随。 希望青年演员肖战继续努力,继续陪伴肖战走过下一段路程, 携手并进,永不延弃。 肖战非常牛,不接受反驳,未来可期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